启人忧天 春秋时期 启国 有个人担心天会塌 地会陷 自己没有藏身之处 为此愁得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 还有一个人 见他如此忧虑 也为他担心起来 于是便去开导他 对他说 天不过是积聚的气体罢了 漫无边际的大气 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它 你的一举一动 一呼一吸 都是在大气里完成的 为什么要担心天会塌下来呢 启国人不信地问 如果天真是由气体积聚起来的 那么日月星星不都要掉下来了吗 开导他的人说 日月星星 也是气体积聚而成的 只不过他们会发光罢了 即使掉下来 也不会打伤人的 启国人觉得那人说得有理 却还担心地会塌陷 于是又问 那么地要是陷了该怎么办呢 开导他的人说 地不过是堆积起来的土块罢了 到处都是 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土块 你成天在地上行走 成天在地上活动 为什么还担忧他会陷下去呢 这个启国人听了 才抛掉了忧愁高兴起来 开导他的人也放心了 感谢观看